家是艺术创作永恒的主题 有一位来自澎湖的艺术家 他利用一个木柜和吊扇做的装置艺术 象征故乡澎湖的知名景点风柜 旋转的吊扇切入了木柜的缺口 木柜犹如孤岛一般被架离地面 看起来熟悉却不寻常 有着耐人想象的意境 老旧的木柜被吊扇切出一个缺口 这是艺术家陈顺祖的作品 描绘故乡澎湖的知名观光景点风柜 我们知道这个风柜 这个地点是很多海岸的礁石 因为被那个风常常去腐蚀之后 变了很多洞 所以在这里呢 他就用我们日常生活的风扇 然后来转洞 然后看起来好像这个柜子 被切了一个洞 出生自澎湖的艺术家陈顺祖 1995年曾获得台北美术奖首奖 为台湾当代影像创作的代表性艺术家 作品主题围绕在故乡以及家庭上 1999年曾在日本福岗的公寓墙面上 填满整个家族的相片 呈现出家庭的紧密关系 这次的作品风柜椅 柜椅子收藏他对澎湖的回忆 旁边的椅子则是代表自己的心情 两件家具都被架在碗工上 再装入清水 这是台湾早期防范蚂蚁的做法 凸显出艺术家的怀旧之情 那椅子的部分呢就有点象征是 他是一个异乡人 一直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都是在 就是在台湾不是在他的故乡里面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很造型的椅子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四只脚好像正在行走的样子 这件作品不只描绘出澎湖风柜的特殊环境 也反映出异乡人怀念家乡的心情 或许过来的感染者